接下來請黃玉芬議員 謝謝主席 不好意思時間暫停一下 市長你知道我們台北市哪些市民可以去申請我們的社會住宅跟國宅嗎 總收入在50%以下 他就是有一定的收入的限制 也就是說不論是加戶所得 或者是這個年收入是在一定的限制之下 也就是所謂的經濟弱勢 才會去申請跟我們市政府租這個社宅跟國宅對不對 對 那市長你是不是也同意說其實這些經濟弱勢也是這波疫情裡面最容易受到直接衝擊的對象 對 好那市長你知道在我們的這個你剛剛的簡報第23頁跟我們工作報告這個53頁 其實都洋洋灑灑寫了 這個本市國民住宅社會住宅成租人1 這個勞動部這些核准受補助者可以申請3月到5月的減收租金 20%期間延後一年繳納 市長你知道這件事情齁 知道 好 那市長你知道我們有多少戶受惠嗎 這我知道 但是問題出在 這你知道 我知道那個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中央也有社會住宅 所以我們現在不敢跟他的標準不一樣 好 所以市長您的意思現在是因為 市長你知道多少戶受惠的話那是幾戶 12戶 12戶 好市長 跟那個跟市長報告一下 我們辦公室昨天問是12戶齁齁 我們今天早上再確認一次已經變到18戶了 也就是說短短一天我們有增加6戶這不錯 但是我們台北市全部的社宅跟公宅的成租戶數是將近7000戶 現在不論是12戶還是18戶根本不到千分之二 那市長你知道我們市政府在推出這個政策的時候原本 預估可以受惠的戶數有多少戶嗎 原本預估就好了 我不知道 好來跟市長講一下 我們原本預估是大概百分之五百分之五大概有350戶 現在18戶佔350戶也是百分之五 所有將近7000戶的社宅跟國宅成租人 經濟弱勢最直接受到這波疫情影響衝擊的裡面 只有千分之二的戶數到現在這個政策 推出到現在剛剛市長也報告了 不論是我們的專案報告或是簡報裡面 市長這是一個好的政策 但現在問題到底出在哪 是宣傳不夠呢 這些社宅跟公宅成租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來申請還是怎麼樣呢 那市長剛剛我們講的是申請的戶數 你知道現在實際申請到了幾戶嗎 等一下我是溫市長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在內部討論的時候 我也問過這題目 問題是現在我們要跟中央的標準不一樣 我們就很猶豫 所以市長您的意思說現在是卡在中央囉 我們這些社宅跟國宅的租金減免的戶數 申請受惠的戶數這麼少是因為卡在中央 市長您的意思是這樣嗎 好 那市長現在您說標準 我跟市長回答一下 目前實際上有申請到的是零戶 所有人都還在審核 還在補件 沒有任何疑戶申請到我們這個政策 但他們是我們全台北市經濟最弱勢 最需要受到補貼紓困的對象 所以我在這邊跟市長提一些具體訴求 剛剛雖然市長一直講 現在我們這個社宅跟國宅的減免租金 只有第一階段的經濟部那個 也就是說後來擴大紓困的對象根本沒有納進去 但是不論是有勞保的對象 或是擴大紓困的對象 他們來哪裡申請 來區公所申請 我們有沒有資料 我們有資料 社宅跟國宅的承租人 我們有沒有資料 我們也有資料 市長你剛才說我們台北市政府 橫向聯繫很好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勾集 直接幫他們減免租金可不可以 好接下來請林以孟議員 市長我想請問一下就是我們議會做的附帶決議的話 市府通常都要遵守嗎 通常會 通常會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先前我們的議會通過一個附帶決議 就是要求各機關支援的機要人員要在這會期開始之前就要歸檢 那這個文字 市長知道嗎 那 怎麼樣 那下一頁 但是就是就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支援人員部分 目前還有這幾位的這些都是支援人員 那其中三位是在這會期四月的時候又新增下來的 也就是說這其實並沒有遵守市議會的決議 那請問一下這個市長你的考量是什麼 這個是這樣 市議會的決議我們當然看一看 但是我們也會去問全區部問收的人事處 但是如果說我們認為沒有犯法的話 也就是說如果議會的決議是不合法的 我們並沒有必要去遵守 所以市長覺得議會的決議是不合法 因為它沒有符合目前的法令規範 目前的權序法 你說沒有符合目前的權序法 所以不應該歸建嗎 是這樣嗎 不是 所以我認為這是我的行政權 我尊重這個市長的行政權 只是說在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當時這個附帶決議已經下去了 那盡量也是要來遵守 盡量 對重點就是我現在想了解就是說 因為當時這三位人員呢 我們問過秘書處的說法是說 他是要來協助我們的這個 武漢肺炎的紓困的相關工作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些他們的工作都是在做什麼 武漢肺炎相關的紓困 其實我覺得當時秘書的回答不用這樣講 你只要說請議會尊重我們行政部門的行政權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不是在做武漢肺炎相關紓困的工作 因為這個是 他是統一調度 我跟你講 因為我的基要用的 我們可以使用可以 我們一個名額有八十幾個才用四十個 所以大概是一半 所以一半我們當時的規定是每個局處留一個 其他的是中央管制 所以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所以這三位人員在這會期都不會歸見嗎 這個是我們最近人事會再調一遍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濃縮一遍 不需要拼那麼多人 對我認為 我建議市長還是盡量讓他規見好不好 因為就我認知的是 如果這些人是要做武漢肺炎相關的這些工作的話 其實 剛剛市長也說其實也不用這麼多人嘛 對不對 那個 那個我們 我們的媒體組用人是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再調整一遍 對我覺得 我覺得認為市長你說沒錯應該要調整一下 因為就我看起來現在武漢肺炎相關的這些工作裡面 這個 比較特別一點啦 就是因為之前有一位靈性的機要人員 他有做出這個假新聞的狀態 然後導致相關的這個武漢肺炎相關的防疫有一些問題喔 那我們再看看他其他的工作 因為 目前看起來他在上班時間的時候下夜 他在上班的時間呢 他經常做一些跟武漢肺炎相關沒有的工作內容 就是一些聊天性質的內容 然後另外他還有經營自己的臉書喔 下一頁 經營自己的粉絲團 然後裡面是美食相關 也都是在上班時間的時候發文的喔 那我想跟市長講一下 如果這個人他是在黨裡面工作的話 做這些事情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他經營這些美食部落格都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他現在是市府的人員 而且他任用的原因是因為他是要協助媒體做一些相關武漢肺炎相關的內容 那如果他在上班時間做這些 我認為是非常不恰當的喔 市長針對這個問題是不是能夠處理 如果是上班時間那就是該處 就這麼簡單 這些都是證據 不過是這樣 接下來請梁文傑議員 請財政局長一起喔 市長我上次在質詢的時候我曾經說過你們的對於BOT跟設定地上權的減租方案喔 我認為是完全不合理的喔 因為我拿101大樓來講 你們現在如果給101減租 減掉的大概是一個月大概一千兩百萬 好雖然他還沒來申請 但是101裡面大部分除了87樓之外是餐廳之外其他幾乎都是辦公室辦公做辦公室使用 譬如說台灣證交所他租了六個樓層三樓九樓十樓十一十二十九 裡面還有什麼列那個中國列爆公司 就是那個小米相關企業 然後還有一大堆全部幾乎都是金融的不然不然就是這個科技公司還有Google也在裡面 老實講這些公司在這一次的疫情當中基本上是不受影響 他們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你剛剛講過我們現在受到疫情最大影響的可能就是零售業 可能是餐飲業旅館這些 但是如果說是在這些公司之外 他們還可以一樣分潤到我們減租的方案 我覺得這個就像是你開BMW 然後去要申請那一萬塊 所以你們到現在為止 我上次提出來這個問題 你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解決方案 你們說三月到五月要減租 但今天已經是五月中旬了 五月中旬你們到這個事情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定案 請問到底要怎麼解決 這裡跟一座報告 就是您剛剛提到了這個地上全人 他們目前在申請當中 那目前以他們提過來的資料 他們回饋的的確都是給商家 還有您剛剛提到的餐廳的部分 那也有把就是上次一座您提到的 就是剛剛提到的那一些辦公租用辦公室 但是他們的他們的那個他們的產業 比較不受疫情影響的這個部分 也有反應給地上全人 那他們現在在申請當中那大概也都是 所以你們現在原則到底是什麼 你們原則到底是怎麼樣 譬如說你101好了 我一個月假如說給你減一千兩百萬的租金 你要讓台灣證交所他也減租嗎 你要讓Google也減租嗎 我覺得是完全不合理耶 對就是剛剛剛剛有跟一座報告 他們提過來的目前都是都是給 他們現在是分潤嘛 基本上雨露均沾嘛 按照這個租用的樓層面積去分嘛 但是你沒有實質補助到說 真正需要的餐飲業者或者旅館業者 如果你沒有真正針對他們的話 那你我是認為那你乾脆不要減租 我不希望說那個市政府收入減少 然後去補助這些 本來就不受疫情影響的企業 這是我堅持的 那我們也現在是發落這樣的原則 那剛剛副市長也有提到 就是現在如果核准下去的減租 那也會要求就是如果後續有一些承租人 他們有一些沒有被減租到 或是有他們覺得他們有受到疫情影響 都可以提出來跟財政局 市長現在已經是五月了 你們說是三月到五月要減租 但是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掉 希望你至少在五月底之前 把這個原則確定下來 針對餐飲或者是旅館 或者是其他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去減租好不好 是 這個沒有幾天了 接下來請李副中文議員 市長 那個剛剛你在整個中央報告上面講到了 講到了你的整個紓困 紓困的不管中央的部分 或是你們市政府的部分的紓困 要從數從寬嘛 來受理來辦理 然後那個五大部會大撒錢行政院各部會自行紓困的一個 那個怪異怪異現象 然後媒體也報導了很多人去申請 然後門檻也過高等等 甚至說重複領取 甚至還有些 還有些事沒有所得 甚至院長也講到簽竊結書的方式 我們也認得等等的這種話 那我覺得中央的這個紓困我們地方是人羊馬斑 那我們也從善如流 因為我們議會 多位議員包括本席 提案之後要求在公宅社會宅的部分 國宅的部分 來做個檢租 那你那個市府也從善如流 做出檢租及那個眼角的部分 對不對 市長 那你知道我們的國宅跟公宅 現在台北市總共多少戶 它好像是六千多戶 六千多戶 六千多戶 我們有一房型 二房型三房型 那你知道這個 你這個門檻 你這個門檻 到時候會變成我們市政府的其他的亂象就發生了 市長 我們的條件 申請國宅承租 它就有一定的門檻 有四大門檻 這裡面包括有原住民 一般戶 還有身心障礙低收入戶 農民單親 或三代同堂的身份 然後這裡面有本人配偶 戶籍直系親屬 然後均無住宅 然後那個符合收入較低家庭標準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每月未達本市一年平均的80%的收入者 才能夠來申請對不對 那市長那你知道 我們已經市政府有門檻了 然後我們現在申請的標準 標準是用什麼標準你知道嗎 他要符合那個勞動部那個紓困辦法 好市長勞動部紓困辦法 我剛才已經講到齁 他都已經講過 五大部會亂象 重申門檻 各自有各自的門檻 好我現在講勞動部的計畫 他計畫是什麼你知道嗎 時間再提 我們我們是目前有些勞工 他接收到中央紓困的 我們就直接任他的中央紓困的證明 我們就不要再他再提任何證明 對不起你的申請表上面講到的是 勞動部紓困的那個文件 不是五大部會其他不是喔 第二個齁 對不起 那個勞動部上面講到齁 投保職業工會自營作業者 投保局局在兩萬四以下 提供三萬元生活補助 然後這個符合二零一八年課稅之標準 可領取三萬元生活補助 好來我跟你講齁 年輕人才會投保兩萬四的 那你知道現在很多沒有工作的老人家 他們為了未來的退休 他們投保在職業工會 他們逐年增加是超過兩萬四的喔 所以說本席那邊具體建議齁 我們在社宅國宅的部分齁 應該全面因為他原本我們市政府 就能入住的人都有門檻的 門檻就很高了 應該全面性來給予齁 給予這個百分之二十的減租 那我幫你算過齁 我們總共的戶數是六千五百四十七戶 如果減租百分之二十的話齁 三個月下來大概是五千五千萬 大概是五千萬 本席那邊具體建議 市長我們本來就本來就有門檻 那你還要符合中央這個門檻 中央這個門檻 中央這個門檻是有問題的 市長 勞動部的門檻是有問題的 來市長你具體回應 好接下來請郭昭炎議員 好市長 那中央的一個防疫補貼 美其民事紓困 那其實有些說真的是容易突立到大金魚 而輸掉一些這個經濟困境的小市民 像農業會四月份的時候就補助農民 六成的經費在全家 加勒福還有豐康等超市去量販店 去賣這些花卉 那表面上是幫助花農 實際上呢 缺害我們台北市的其他的花店生意 是一落千丈 因為母親節喔 這個康乃馨很搶手 那在這個超市量販店買 一支花市平均是6.6 然後呢在我們的花市批發市場 一支平均就要多少 12到15塊 這個價差兩倍啊 對不對 所以說啊 這個因為疫情的情況 讓這些花店 他們真的平常就已經聲音很受影響 因為他不是民生必須取評嘛對不對 結果就因為這樣的情況 讓價格無法競爭 這些母親節這麼好的一個大節日 他們就一消費者跑到這個量販店 跟超市去買花了 所以你看他這樣子反而困住了 我們台北市的這樣的一個花店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要去跟中央抗議 這什麼紓困嘛對不對 可是呢我想 你就算無力去跟中央抗議也罷 起碼我們台北市政府要自救 因為現在我們工會啊 就跟勞動部 還有跟台北市政府 還有跟本席來陳情 為這個花店業者 還有這個從業人員再陳情 我是說今天我們台北市在幫忙辦理 這個所謂的振興作為為花農舉辦 花會健康療癒計劃的時候 是不是要想想看我們台北市 到底有哪一些年度的經費 或有一些加碼的作為 來幫助台北市的花農 不然你看中央害死我們了 你看一下工會有在陳情啊 市長 這個我昨天已經交給聯絡人了 可能這幾天就會看得到 所以我現在在跟你講 這個你真的要去跟中央反應啊 好比我看到你上面有寫到說 有一個所謂的作為是建置有機蔬菜平臺 這個台北市有小農嗎 沒有嘛 這個簡直是在補助全台的農友啊 對不對 所以啊我們在幫忙去爭取這樣經費 來幫助本市的這樣的一個業者 或者是蔬菜批發商或者是攤商 這個我覺得比較實在啦 對不對 你不要去替人作駕嘛 對不對 他現在已經一把桌啊 那你還要去幫他做這錦上添花 我覺得是不必要 而且我要提醒你 像這次台北市喔 的這樣的一個跟中央爭取相關的紓困的經費 真的都沒有一個統整的計畫 都是各局處到中央各自去申請 其實呢 應該相關局處就可以有一個統整的計畫 這樣子你去申請的時候 未來你要辦這樣的一個相關的宣傳 或者是振興作為 也會比較有這樣的一個加成的效果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要檢討的 因為這次是各局處各自去申請 然後我再提醒一下你喔 因為你們在這個六七月份的時候 要辦理一個台北市提振商機整合行銷計畫 就是商業出跟市場出準備動用二倍金十五百萬 就是六七月的時候鼓勵這個發這個振興券的時候 這些人能夠在台北市的商圈夜市市場來消費 可是提醒你幾點 第一點喔 你們有說這個是要民眾上網登記 針對那個發票或憑據 可是你在這個市場跟夜市 他們通常都沒有這些東西啊怎麼登記 他們沒有這個憑證啊 還有我要提醒你 你應該設一個最低的消費金額 因為有些人可能為了想要增加抽獎的次數 他到處去小額消費 你這樣子的話對於整個的 這些店家是沒有效益的 所以在辦這個活動我覺得你要去注意 還有最後就是經濟部辦理商業服務業受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的艱困 好接下來請苗坡要議員 市長好 謝謝你今天到議會來專案報告 不過關於你的報告品質我有幾個問題喔 首先第一個是關於你的統計數字喔 我覺得在這份報告裡面 其實既然我們討論了紓困跟振興相關的方案 那我覺得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是你的統計數字應該要 科學要精準 市長是不是同意啊 同意 好這樣子對於我們議員來說 你要有一個科學跟精準的數字才能夠讓我們評估 市政府有沒有把錢花在刀口上 那在你的報告呢 其實在第46、47頁的時候呢 有提到口罩實名制販賣機研發 其實這個政策有很多市民在討論 所以當你的報告送來之後呢 我也非常仔細的看了這個部分喔 想要來看看市府在這個政策議題上到底做了什麼 那首先第一個當然是要了解效率嘛 結果我翻開這個報告 它裡面寫說口罩販賣機到底賣幾片呢 它的數字寫八十九萬九千九百八十六片 我看到這數字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好笑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你們把十二區健康中心 從二月二十一號開始用人工在販賣的口罩 全部算在一起 跟口罩販賣機算在一起 那整份報告從頭到尾 你沒有告訴議員說 那你這個口罩販賣機 到底實際上賣了多少片 你在你的口罩實名制販賣機 研發的這個大題 就用這樣子來打混 今天我本來期待市長在口頭報告的時候 你的頭影片可以告訴我們具體的數字 結果也沒有 這樣子寫報告的態度是對的嗎 如果是大學生報告這樣寫這樣混 會得幾分 你講的沒有錯 好謝謝我講的沒有錯 所以回去檢討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不要浪費我質問時間 回去檢討一下 以後到議會報告不要再用這種打混的方式 第二個 在你的紓困的措施當中 是不是其實很多 是來自中央的計畫或是中央的錢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應該要把中央跟地方的財源 清楚的標示出來 我舉個例子 在你勞動局的勞工紓困裡面 千人防疫就業有1.0和2.0 1.0是我們台北市的2.0是中央的對不對 是 這件事情你在你的書面報告 以及在你今天的投影片都沒有呈現 要不是我另外的去查資料 要不是我另外的每一筆都自己來勾擊自己來比對 其實我不會發現這件事情 那請問我們議員要怎麼正確的評估 市政府在紓困的方面到底花了多少錢 錢有沒有用在刀口上 這只是一個例子 另外還有一個 車輛停止免徵排照稅 這個是在降稅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項目 但其實這是不是一個長期就有的東西 這是中央補貼的 這是中央補貼 而且它不是因為疫情才有的 是因為疫情 因應疫情 再很久以前 牌照稅你只要去申請停止 你本來就可以免徵了 對不起 我現在說的 這個是目前就有的 我剛剛說的那個是補貼牌照稅 那個是因應疫情 因應疫情才是補貼對不對 但是這個措施是導致行之有連的措施 對不對 好我要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今天你把所有東西都混在一起 全部大鍋炒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難去真正抓出 到底我們台北市 因為這個疫情 多了什麼支出 或者是多了什麼政策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有一些像你後面的振興 其實裡面有一些是本來就要做的計畫 對不對 在振興的這個部分 有一些是因為疫情推出 但有一些是本來就列在 各個局處的年度計畫裡面 但其實這個東西 也沒有很清楚的告訴議員 告訴市民 我要講的一件事情 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今天要來針對議會 做紓困跟振興的專案報告 那就針對這個議題 把該有的資料一項一項講清楚 讓我們議員呢 可以針對問題的核心 直接提出來討論 而不是呢 為了要讓市民覺得 市府好像做了很多事 把所有的東西都混在一起 做成像是文宣一樣 這裡是議會 是來討論事情的 不是來做宣傳的 所以今天就是第一件我要 接下來請張茂南議員 首先一個潛意問題 第一個我想請教 今天是 市長的專案報告 我們今天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市長是沒有戴口罩 不過前幾官員戴口罩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 想戴就戴 應該要一個政策 要一個一致性 現在到底是要戴口罩 不要戴口罩 應該先講清楚一下 本來我們對室內戴口罩 就沒有強制的命令 現在有強制命令 只有做公共運輸 怎麼沒有強制命令 不是說這個 100人以下的這個機會 都一定要戴口罩的嗎 還是中央已經解凍 應該先講清楚 不然的話市長跟警長 不同調不行 我想建立一套規則 不然大家無所事從 到底我是要戴口罩 不用戴口罩 你旁邊都沒有人不用戴 我旁邊都沒有戴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到底是要戴還是不要戴 那規則 規則那個主席先財事一下 先請主席財事 這樣子 你如果周遭沒人 是不用戴 但是你如果周遭 1.5公尺裡面有人 你還是需要戴 那剛剛市長的旁邊 是有幾處所長的 要不要戴 這個是怎樣 人多不確定 要戴 要戴 我是主席 應該成立一下技術規則 市長不相信 民眾都要戴 我是先請 需不需要戴 市長自己要判斷 因為市長旁邊是有幾處所長 有一個戴 有一個沒戴 這樣很記得 我相信 不會 不會啊 我想這個是這樣 慢慢要 將來口罩一定會解禁 所以到時候還是訴諸人民自己的判斷 所以不然的話就是這樣 簡單的講 今天開始不用戴口罩不就得了嗎 你要選這個 這個主席 副議長 你應該算沒有一個 到底是要戴 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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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會有清楚的 這個通常不會用行政命令 其實我們在學校裡面 現在也沒有強迫在學校要戴口罩 發展議員這樣子 我們議會還沒有解禁 議會是進來議會議場裡面 全部都要戴口罩 是啊 我那天經過的時候 議長跟我講 你怎麼沒有戴口罩 我是口罩拿在手上 幫我拿下來 對啦 我們還是遵照 我們在議場的規定 在議場規定 大家都戴口罩 我是認為應該是一個 一個統一的辦法 不用 不用 好 慢慢會沒有辦法規定 最後就是 與疫情共存的一個社會 訴諸每個人自己的判斷 那我看這個還是一個 沒有法則 沒有規則的法則 這沒有規定 我們還是議會 進議場就戴口罩 那你要不要請市長戴口罩 是不是要請工作人員 拿一個口罩給市長 我有戴 那應該戴起來這樣才對 應該啦 我是說應該 沒有你們家就都不用戴口罩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樣 因為我1.5公尺裡面沒有人 1.5公尺旁邊有人 那等一下有人提出所長上來 你要不要戴 他們有戴我沒有用戴 那怎麼對 這又不是一個辦法 他們有戴你就可以不用戴 我只要請主席才是 要戴就戴 不戴就不戴 這一條慢慢慢慢 我想是這樣 整個台灣社會慢慢要開始 自己去思考 怎麼適應這個社會 議會有議會的規則 議事聽有議事聽的規則 要請主席你才是 不是啊 你是今天的主席 我剛才請講 進到議場 我們還是都戴口罩 不是 我給議長最專業的建議就是說 請每個不管是官員議員 你們覺得 要用你們自己去判斷就可以 我聽不懂 法律是最低標準 所以如果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連議會都會停開 哪裡是只有 但是在一個安全程度以上 是讓你自己 你覺得不要危險 你想戴你就戴 你覺得安全你不想戴 議長我們今天是不是 議會就可以解除 不用戴口罩進議會 還是要戴 那你看你這個 你今天是議場的主席 沒有啊 這個是專業建議 就是說應該是 你給社會去做一個空斷 不想 我們還是聽專業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進到議場 還是大家都戴 那你要請市長戴啊 那你是當主席啊 我是沒問題 我隨時都可以戴 市長他口罩我們戴上 對嘛 這樣子符合標準嘛 這樣才是標準對不對 好 那我們請那個市長處 請市長處請 請 請市長處 請 自來水事業處 好市長 我請教你 就是說我們現在對公有 房舍就是減租了 那剛剛我們一位同仁提到 101 南山人壽 我們都對這個大財團都減租 但是相對的很多弱勢就是貪犯 就是公有市場 那公有市場 我們要減租也沒有錯 但是公有市場 那今天因為審計部來一個寒說 我們20年租金沒有調漲 所以今年的租金也沒有調漲 這無疑是在上火上撒鹽 大家都在減租 結果我們在調漲 你那個市長管理出了 市長怎麼解釋啊 沒有抗壓嘛對不對 對 不是 這部分呢 大概跟議長您大概做個報告 這跟審計部那沒有關係 這個呢 市場的租金呢 已經動漲了大概18年 那請教你 傳統市場是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差 你告訴我這個問題 沒有 那空灯一大堆啊 我剛剛把那先說完 所以說 不管是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 租金上面有沒有調整 但是在這波疫情裡面 我們都一樣 都是有整多50%的 我跟你說 這空蕩蕩的 這都沒有人去做生意 你這樣告訴我 有些人沒有來做生意 結果你們右手邊 收他的租金 他又沒有來做生意 又為了要保持他的 癱瘓的稀可症 十年不做生意 我光是租金 就要講三四十萬 十年喔 一年三萬工 十年三四十萬 到有一天你跟他說 這個叫做 生財機器要領回的時候 二十年 他只要付二十年 他是拿自己的錢 你自己的錢 他隨時可以賣回來 我們現在七十萬可以收攤 你隨時可以買回來嗎 他七十萬可以收攤 好 那這個案子 那個市場處如果說 隨時可以收攤 會由我們來討論 那是機場講的 市場處是說 隨時可以收攤 對不對 對 這個部分呢 在市場他現在的要求是說 我們為了要促進整個一個 怎樣 傳統市場的活絡 但是因為現在有些傳統市場 他的一個精英者 他的年紀已經慢慢老化了 對 所以他現在就是說 OK 那我們開放就是說 可以的就是說 因為原本收攤 他有一定的標準 好 那現在市場要求是說 如果這樣 等一下 要順應個別的市場 那個別市場如果有這樣要求 好 那再跟那個 處長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個 我想請教市場 我們對 營業性的水電有減免對不對 有零有 有盈利事業登記證 好 就是有申報 有這個商業處 住記 或者是 稅間處 有 有課稅的 不管是你核定課稅 不管是你開率發票 我們都有減免水電會 多少 百分之十五 那我請教你一個問題啊 百分之十五 那那個 住家的有沒有減少 如果沒有營業行為是沒有 我告訴你啊 這個紓困專案 住家就不是人啊 也許他減少了這一點點 那那也是錢啊 我們是不是一張 那個水電會的減免 是不是可以全部一路金沾 不可以限定說營業性 大家都有就不用去申請嘛 不要為了在所謂的紓困 弄了一團亂啊 因為那個沒有多少錢嘛 也是不用申請 我們是主動幫他撿 對啊 但是那個住戶的 住家住戶的呢 我們認為現在的階段 不是你認為 那個是願無不願少 市長你做個決定 這個我跟你講 如果全面減的話 一下子收入少數 這個財政就要重算 我認為說在這個時間不是很多 願無萬無萬就 市長你做個決定 我現在決定就是照收啊 回去再討論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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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要前面 不要說分營業跟分營業 我跟你講 中央目前還是以這個營業用物為主 而且他還有營業衰退的 請問一下我們在做在場的議員 二輪 好 那我們第二輪就三分鐘好不好 依照順序 來我們請請問主議員 市長 剛剛有同人說 韓國瑜發五千萬 你發三億 但是我看到韓國瑜他很清楚的講 他是從促產基金 拨五千萬 然後他的做法 是要給消費的民眾做折價 Coupon券跟優惠券 他有非常具體的做法 那你寫了三億洋洋灑灑 我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而且你這個分配很奇怪 運動產業你才給兩百萬 這兩百萬叫紓困嗎 所以市長我請問你 你這個三億到底怎麼做 你要不要做折價券 Coupon券 優惠券 給臺北市民 這個Coupon券這件事情 我們還在看中央到底想怎麼做 因為要配合他處理 我們也沒有辦法 臺北市單獨去發Coupon券 所以你不發Coupon券 不是等中央 那個振興券 因為中央現在到底是叫消費券 振興券或Coupon券 他們還沒確認 那我們會搭配他的這個 整個計畫來擴大他的效應 但是因為中央現在目前 這個做法還沒有確定 所以這部分 我們現在所編列的錢 是先針對振興活動 先做處理 你們根本就沒有一個辦法 說要等中央 那你匡列的預算要怎麼說 運動產業兩百萬 你怎麼匡列出來 你告訴我 這個是依照各局處 市長 市長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運動產業 你的振興方案只給兩百萬 這搞什麼東西啊 不好意思 我想我們的紓困啊 不是只有發現金一種方式 現在不是紓困啦 局長 現在講振興的啦 你還留在上個階段 對 振興的部分 不是只有 兩百萬要怎麼振興運動產業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要透過一些系統的建置 來幫助我們的運動產業 不要說了兩百萬還要系統建置 等到哪一年 市長我請問你 你具體的說 我們這個八大行業 什麼時候開放 我跟你講喔 這個問題我不會拖太久了 我回去我們 我覺得是這樣啦 還是要考慮 因為是這樣 我跟你講喔 我們如果八大行業要開放 我們要求要實名字 可是那個實名字 要確實可執行 所以我們正在研究那個APP 所以 他沒有辦法開放就對了 不是啦 很快會開放 很快是什麼時候 我看我那個研發速度 應該快差不多了 他們昨天已經演過一次 很快是什麼時候 下禮拜 應該不會太久了 不會太久是什麼時候 六月份 要看研發速度 其實我們這個 大概什麼時候 還沒準備好 快點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還是在 中央 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開放 那藝文場館 藝文活動 中央說要六五七月開放 我們什麼時候開放 現在就開了 藝文的話現在就開了 好 接下來洪建英議員